柬埔寨王国是东南亚的一个小国家,虽然与泰国、越南等国家辟邻,但经济发展远远不如泰国,柬埔寨的人口只有1500万,其中还包含了100多万的华人华侨,国土面积大约也只有18万平方公里,柬埔寨的经济以农业为主,工业基础比较薄弱,直到2016年柬埔寨才正式脱离最不发达国家,成为中等偏下收入的国家。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,近些年有很多柬埔寨人出国务工,其中就有不少人来到中国。柬埔寨美女来中国打工,第一次发工资时哭了,并且大喊我要回国,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,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 当柬埔寨姑娘来到中国之后,立刻被中国的繁华给吸引到了,她进入了中国的工厂打工,当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,她非常激动,没想到自己拿到了3000多元的工资,这是她在柬埔寨连想都不敢想的数字。 在柬埔寨工作,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,就算一个月不休息也只能拿到几百块钱,之所以想要回国,是想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,让他们也都来中国打工。